清朝能取代明朝执政,到沦落为列强西陵的弱国,都离不开这个因素。 在很多人眼中,清朝是一个在军事上目光短浅的朝代,正是因为清朝固守所谓的骑射乃满洲根本,才导致中国的火器技术停滞不前,从而在十九世纪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地步。 在很多人眼中,清朝是一个在军事上目光短浅的朝代,正是因为清朝固守所谓的骑射乃满洲根本,才导致中国的火器技术停滞不前,从而在十九世纪落得个被动挨打的地步。 但实际上,至少在清朝处期,清朝对于火器的发展和运用还是相当成功的,甚至相比于火器发达的明目,有过之而无不及。 鸦片战争时,清军火器发展迅速地清出火器,在与明朝的战争中,后今可以说是吃了火器相当大的亏。 努尔哈赤因为宁远的红衣大炮而损失惨重,一病不起,黄太极也同样因为火器,而在宁锦防线停滞不前,一次又一次的惨败,让后今意识到了火器的重要性。 因此,后今一方面抓紧仿制明朝火器,一方面积极心了明朝的将兵降降,以提升火器制造技术。 其中,最大的转折点就是吴桥兵变,因为与明朝派来的将官不和,人毛本龙部将孔友德率领其所有部下和火炮一并投降了后今。 孔友德在给黄太极的详书中写道,本帅现有甲兵数万,青州百鱼,大炮,火器俱全,由此武器,更与明汉同心协力,水路并进,始竹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汉为敌乎。 黄太极之小孔友德来见后,更是亲自出门迎接,唯以重任,孔友德的部下由此成为了清朝第一支成剑制的火器部队。 由于孔友德不曾经在孙元化手下待过,因此对西洋的灶泡之法十分熟悉,使得清朝的科技术一下,从冷兵器时代直接窜到了东亚顶尖水平。 这直接决定了之后,明清战争的胜负走向,开始拥有成型火器部队的清军,在获得孔友德的技术人员后,清军的火器技术进展神速,很快就有了大批的火炮和炮兵部队。 在1639到1642年间的松锦大战中,明清双方的火炮旗鼓相当,互相轰击,清军的火器技术进展如此之快。 以至于明朝将领樊成功惊讶地说,打贼将松山二十五,二十六两日狠攻,城中石德打进炮子六百余个,聚众十余金,目向南墙所装红仪炮三十七门。 由于在火器上,清军已经不落后于明军,而在骑兵和重步兵上,又远胜于明军,所以,松锦大战的失败,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必然。 松锦大战的最后,明朝总督洪成仇与辽东将领祖大寿又相继将清,明军由此又丧失了三千六百八十三门火炮,其中包括十六门红仪大炮,以及火枪一千五百一十九支。 明军由此丧失了最为精锐的火器部队。 此消彼长之下,清军的装备截至1642年已经超越了明朝。 明朝的技术优势彻底丧失殆尽。 康熙年间的清军装备情况明朝灭亡,清朝入关后,火器的发展也并没有停止,为了剿灭南明的残余势力以及对抗北方的准夹二人,清朝继续大力发展火器,并对明朝时的火器技术和装备情况进行了大量的改进。 虽然明末时中国的火器已经相当发达,但是军中依然残留了不少项喷筒、碗吼冲、三眼冲、弗龙机这种效率低下,落后于时代的原始火器。 这些火器是西方15世纪完剩下的,清朝入关后的对这些火器进行了及时的淘汰和换装。 到了康熙年间,清军已经完全普及了鸟冲、红衣炮等吸引新式火器,鸟冲更是代替了弓箭,成为了清军的主要远程武器。 鸟冲开始代替弓箭,成为主要远程武器表现良好,大显神威的清出火器在明朝灭亡。 清朝入关后,清朝国内的局势依然动荡不堪,清朝仍然需要发展火器,来维护主权与国土的安全。 而这些火器也确实在实战中不负众望,给予敌人极大的杀损。 清出火器第一次较大的表现就是雅克萨之战。 当时,俄罗斯一小谷戈萨克流窜到了中国的东北,并在雅克萨建立城堡巨险死守。 清军为了驱赶戈萨克,特地调来了3000军队和被称为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的一批红衣大炮。 虽然戈萨克在火枪上强于清军,但是因为是杂牌所以缺乏火炮,因此,面对清朝的火炮打击,戈萨克只能被动挨打,死伤惨重,最终,俄军只得出城投降。 后来,戈萨克被信弃,再一次顾忌重使,占领雅克萨,清军再次调来神威无敌大将军炮与击击击,最后,800戈萨克被打得只剩百余人,使得交城投降。 此战如果没有神威无敌大将军炮的协助,清军绝不会获胜得如此轻松。 但只得一提的是,虽然雅克萨之战是清军获胜的,但由于对汉人的提防,清军缺乏足够的人口来巩固边境。 因此在领土上,实际上仍是俄方占了便宜。 神威无敌大将军炮,除了与俄国戈萨克的战争外,清军的火炮还在清朝与准嘎尔的战争中立下了汉马功劳。 在乌兰不通之战中,康熙帝率领装备大量火炮的清军与准嘎尔展开了决战。 当时俄国大使戈洛文正在准嘎尔军中,他详细描述了当时两军的战况戈洛文, 记载嘎尔丹用一种极有创造力的方法来防御清朝的进攻, 他将部队中所有骆驼的蹄子用绳索捆绑了起来,由此形成了一道驼城, 用来防御清朝的火炮而嘎尔丹的部队则躲在驼城的后面,向清军放箭。 虽然嘎尔丹的设计别出心裁,但依然无法挡住清军大炮的轰击。 在准嘎尔战争中立下,汉马功劳的威远将军炮总的来说, 清初由于战事频繁,并没有荒废明朝遗留下的火器,甚至还对其进行了改进和换装。 清初的火器水平大致也不落后于世界潮流太远, 但是随着清朝的边境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火器的发展也陷入了停滞。 清朝火器发展的停止和衰落,虽然清初的火器如此辉煌,但是依然很快衰落了下来。 在清初时,清朝已经全面裂装了火神枪鸟冲和红衣大炮,但是直到鸦片战争前, 清军的火器装备依然没有丝毫变化,依然拿着落伍的17世纪火器, 而此时的英军已经列装了更为先进的碎发枪和榴弹炮,并在之后不久又换装了后线塘步枪。 清军的火器与西方国家已然拉开了近二百年的差距。 马加尔尼比下的清军士兵,依然装备17世纪的火神枪,为何曾经重视火器的清朝灾中后期停滞不前? 网络上可谓是众说纷纭,一种说是因为清朝皇帝思想落后,强调其射乃满洲根本, 但实际上,当时用正战龙之所以老是强调,这点恰是因为当时的清朝部队太过依赖火器, 而对肉脖则极为恐惧,因此,清朝皇帝希望通过重视满人,最早的骑射传统来重振军威, 如果真的看中骑射,直接把鸟冲彩剪换回弓箭不就完了?光打嘴炮有什么用? 骑射乃满洲根本反映的是清朝皇帝对部队伍有下降原因的错误认知, 而不是真的认为骑射比火器强大,错的是骑射, 实际上并不能恢复军队的血性,而清朝军队后期缺乏血性和勇气, 也在鸦片战争中显现了淋漓尽致,当时清军在和英军进行火器对射时赏感维持阵线, 但一旦到了肉搏战,却被英军用刺刀捅了人羊马帆, 而在与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八旗兵砸以陆营威宁兵数百手炮备, 竟被七个长矛太平军持长矛短刀,追了丢弃大小炮备食鱼, 头身激流,宁愿淹死也不敢肉搏, 如果清朝真的只重视冷兵器,肉搏又怎么会败? 被英军用刺刀击败的虎仪腾排兵还有很多人说, 是因为满人不信任汉人因此句绝发展火器以增强汉人的实力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 如果真不信任汉人,满清所做的不应该是荒废火器, 而是只允许满人掌握火器这样才能形成某重计数上的优势, 但实际上直到清末掌握火器, 一直都是汉人火器部队的比例还越来越大。 清廷从未干预,而且难道汉人掌握先进火器,就能反抗满清吗? 满清对于汉人的统治主要在于思想而不是武器, 就算是清初只要汉人部队不想服从满清, 分分钟可以靠着人数和武器优势挥翻清朝, 但是他们没有反抗证明思想上已经认同了这种统治, 就不一个一亿人的民族,占据经济和武器上的双重优势。 清军与英军对战笔者认为, 清朝荒废火器最大的原因就在于成平日久, 没有强大的外敌与己逼迫, 中国自宋朝以来一直实行中文清武的政策, 这在清朝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贯彻, 对于武将的提防自然导致了对军卫的不重视。 很多人不知,就算是明朝, 在永远到嘉靖这一段时间里, 火器发展也陷入了停滞之中, 直到嘉靖年间引入西洋的弗狼机, 和鸟冲才开始继续发展。 而直到明末生死存亡之际, 明朝的很多大臣依然视火器为奇迹银巧, 并一再延误徐光其要求地引进西洋火器和炮手的拨款。 而当时大臣们的理由和清朝后来的理由一样, 汉朝唐朝没有火器也能战胜百敌, 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一旦周边没有强大的外敌, 提防武将, 一纸军队就被排上了中原王朝的日程表, 是种传统的重文星武, 以文质武, 以及天朝上国无所不有的虚荣幻想, 最终导致了清朝火器的没落。 当干龙拒绝马格阿尔尼的贸易请求后, 他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 马格阿尔尼背后的大英帝国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 中国古代军事的衰落, 绝不仅仅是技术上的落后, 更来源于其背后落后的制度, 观念以及根深蒂固的腐败, 就算是清朝依然坚持发展火器, 但只要没有进行大的改革, 依然无法难逃被动挨打的命运。